绿脸蜥认不认主人这个问题 绿脸蜥是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 遇到非常多的 也是很常见的一个宠物蜥蜴 这个蜥蜴的性格特别不稳定 大部分的性格特别暴躁 所以说他认主的能力非常差 但是他的体型非常非常大 总的寿命在15年左右 在部分的一个个体里头 小的时候非常暴 他基本上是不认识你的 等到他快要成年 一般体型超过一米 之后他对人就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戒备心了 同时他对你也有一定的熟悉度了 他主要是做一个条件反射 就是对你再去思维他 或者与他接触的一个习惯性动作 一个适应能力比较强 他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他对你的动作的理解能力越来越强 那我遇到过几个五岁以上的个体 是可以分辨出他的主人和不是他的主人的 所以说在绿脸蜥的分 就是说是否能认主人上面 在我看来在五岁之前 他是没有任何分辨主人的一个能力的 可能到了五岁以后 他就可以做出一个基本的区分了 总的来说 这个养绿烈蜥一定要有耐心 在他的小的时候 你不要指望他能做出一些比较 跟你比较亲密的一些 一些动作或者一些互动的能力 只有在随着时间的慢慢增长 他对于你的熟悉度越来越强之后 才会做出一些认主的行为